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卷就是书册 在唐朝以前的书籍都是卷轴 所以卷也就成为书籍的代称了 如晋书黄府秘传 首不试卷 以及杜府的诗 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 意思是说读尽了万本书 写起文章来又如神著 现在 凡事可以卷起来的书画 仍然叫卷 如长卷 山水卷等 卷也是公司机构的文件 分类编则成质的 如按卷 卷宗 而阿卡士测验所用的试体质也叫做卷 又称为试卷 卷又念拳 国语注音是七圆拳二生拳 拳是弯曲的样子 如拳法就是卷成波浪型的弯曲头发 拳拳拳是零零落落的样子 若寒寒欲修怀时时 拳拳拳落地业 随风走进拳拳 拳拳拳拳又是谨慎诚恳的样子 如汉书甲娟之传 感媚死结拳拳 卷又念卷 国语注音是机圆卷三声卷 卷与手部的卷字相通 是收藏的意思 若能与魏林公篇篇 方不道则可卷而怀之 是说在国家政治黑暗时 他就把自己的才能收藏起来 独善其身 总乘以解释忠忠忠忠忠 放之则瓷六合 卷之则退藏云密 甚至说一个人出来做官 便把财干布满整个天地的空间 如果灰心引起来的话 就把财干布满整个天地的空间 好好地收藏起来 而卷土重来 也就是这样的卷土重来 最后要提醒的是 卷字共有卷、拳、卷三个读音 音译也各有不同 有卷字下面从节 不可以写成四字 查字典的时候 卷字要查节部 特别提供您做参考 今天的每日一字 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 谢谢您的收看 再会